而接下来马上就要到10月25号光复节 国民党为了还原历史缅怀过去 今年打算扩大纪念台湾光复节举办系列活动 首先由智库举办学术研讨会 讨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足迹 也会有线上文物展览 紧接着正头戏就是25号当天 会在钟影巴德大楼办音乐会 邀请本土歌丑一起唱台语歌曲 加强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连结 据说国民党还有意要邀请蔡总统 以及陆委会参加 不过都被婉拒 以往光复节国民党大咖各有行程 有人出席纪念特展 有人去新党大开金赏 请台湾光复 也有人到中正纪念堂献花之意 不过今年是台湾光复75周年 国民党也努力找回话语权 光复节在台湾不见被遗忘 唤醒国人对光复的重视 国民党扩大光复节纪念活动 除了有宣传小册子 以LCKMD为主题 22号会在智库办研讨会 23号也会有线上影音展 这套系就是25号举办纪念音乐会 功夫纪念音乐会 当天下午的两点半 就会在中影巴德大楼来举办 当天也会邀请到台湾本土的歌手 一起来大唱台语歌曲 加强跟台湾的连结 中华民国在台湾 对台湾的贡献 应该被公平的为大家所了解 中央党部的12楼 国民党部习借100万元 也要盛大举办 却被认为要抢两岸论述权 因为兰赢有意邀请陆委会合办 也邀总统蔡英文请祝 不过却被注重打枪 因为总统府说 没说到活动邀请 强调总统已有公务行程 而陆委会回应 没有参与在野党活动或合办的规划 也期待国民党充分认知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 功夫节国民党敲锣打鼓 要大半 想透过历史 抢回正统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 谢谢全员五祥三 特别宝贝